面对法院雷霆举措 他谎报身份 企图蒙混过关 你联系不上他 你跟他什么关系 现在我已经不再给他打工 我们这次已经换老板了 哦 换老板了 什么时候换呢 给谁打工 给一个姓魏的 这老板不是他 这家的东西是他吗 不是 因为已经换老板了 你得啊 因为我这儿 我刚才给你出了证件 我是法院的执行法官 在这儿这个事跟你可能没有关系 你不是我背景人 但是我得提醒你 对自己说话要负责任 听明白了吗 如果涉嫌 对他进行招逼 或者帮他转移财产 那你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这个法律关系我要告诉你 你们也知道吗 因为高线没在我这里 你这儿没有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 刚来不久 多长时间了 几个月 一样不在您自己 您就坐下来 这一刻我也不是很精神 不是 你认识他吗 我是后卫男人 要不来电话 不是 你知道 你最早就是你问他 行吗 我来的是这个店 我知道 但这件事不是他的 你说不是他的不行 我要有证据是这个店 我要进行查封的 你不能说你说不是他的 听明白了吗 我明白 因为你要不是这儿老板 你说你联系不让他 你也不认识他 我们现在如果有证据证明 这是他的财产 我法院马上进行查封 那你去问他 你给他打电话可以吗 不是 我不用给他打电话 我法院执行还要给他打电话 对 我在那里给他打个电话 行吗 你别找我 现在这个店 听我们查识啊 这是咱 经营的之前 我们有相关的证据 因为你在这儿经营 我现在找你何时 您最要是给他打电话 不是 我别是最好的 你都不问你嘛 你是这儿的员工对吧 没错吧 这是干多长时间了 干两个时间不久 多长时间 我问你干多长时间了 不时回答 因为每个公民都有协助执行的义务 打电话我会打 知道吗 这个我执行工作 你不用安排我的流程 是 我知道 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问你 回答我的问题 我在这儿工作不久 多长时间 有一个月吗 有 有两个月吗 有 别让我问了 多长时间了 您最要就是硬软作品 本来是您自己问他比较清楚一点 我问他 我现在再告诉你一边 听明白了吗 如果你这么不配合 我一会儿接封店 马上店进行查封 你拿你的东西 不是 您听我讲 因为我是这边货位 您就是直接去问 你量吧 现在你收拾你的东西 我一会儿履行 我发生生 你如果能配合 叫他过来 或者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 我找他了解情况 他现在联系不让他 不是我不去联系 你联系不让他 对啊 那你量马上拿你个人物品 如果查尸以后 我对这个店进行查封 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 临时哪个法院的 南开法院 证件刚给你看半天了 南开法院执行法官 这是我们执行干净 听明白了吗 我明白 行吧 你如果跟这没关系 你拿你个人东西 对吗 他都经过哪个案件了 哪个案件跟你没关 你跟他有关系吗 你要跟他 跟他收拾你东西 我对这一会儿 采取法师收拾 借铁头 我擦一擦 是你的 我说打工 刚才跟你说半天 跟他联系一下 你是打工的 借铁的东西 除了你个人随身带铁 跟你任何关系没有 你是打工 你不是老板 因为你要对老板负责 你现在就得把老板 跟我叫联系来 他跟我联系不上他 那你联系 你怎么联系不上他 怎么会员工联系不上老板 他不是我老板呢 谁不是你老板 老板 不是我老板 谁是你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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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扁听 是吗 开扁听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多 你给那个对妈 转什么妈 你认识吗 认识他吗 公话中 请稍后再拨 行 那我给市长官打电话 让市长官下个那么几条 好吧 嗯嗯 行 你叫什么名字 联系上了吗 联系不上等一下 你过来过来 来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那我去联系吗 没事没事 你先过来我问问你 你要有充实的证据 证明这件跟这个 关系法院保护你们的权益 来过来来我过来问问 先别打了 先别打一会让你联系 我知道 能配合吗你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林 叫什么名字 你本人是吧 刚才怎么不说 应该你一直问我姓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多长时间来的 怎么一直不回答 那是 应该问我 我上来就问 你叫什么名字 工作多长时间 你让我联系他 我现在刚才都不说 自己也涉案 知道这情况 是 知道吗 不是我问你 知道自己也涉案 知道 知道刚才自己不说 应该让我联系 现在知道了吗 现在知道了 你叫什么名字 联系不上 对 挑截书 你们俩签的 是吧 要偏一花的贷款 嗯 是吧 是 知道吗 知道 按挑截花了吗 没有 没有 行 你会一会再跟他联系吧 带着你东西 跟我们回法院一趟 账点拿出来 什么账拿出来 来来 等会过来 那不叫我拿商人账 等会等会 东西在哪呢 你这东西的 我没有什么东西 从现在开始 我跟你讲一下 本身我们今天是一个强制偿换过程 如果你配合 你会再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再靠的什么其他成绩 可以不对你进行 配合我们回法院 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问你能配合吗 能配合 暂时不对你采取这个强制措施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的行动 听从我们法典和干者的指挥 有什么事需要干什么的 先跟我们说 这听明白了吗 明白 能配合吗 能配合 如果一旦出现不配合的情况 马上对你 采取强制措施 听听了吗 听清楚了 行 现在带上你的证件 带上你个人物品 穿上衣服 跟我们回法院一下 那边的话我叫人来看行吗 带上你先锁上吧 没有我叫他们隔壁 你先把东西收拾好了 行吗 穿衣服先拿东西 好 别打电话把电话先关上 到法院那时候到法院那时候 一会儿的 你先把东西整好了 一会儿我给你时间 谁的 哪个啊 里面还有一个 哦 那个他之前已经过去 哦 这个是我的 那个之前有个身份证是掉了 因为之前是有个身份证是那个 掉了 后面他们点完 这个已经是住校 两个身份证 都是谁的 这个已经是挂尸的 这都是你的身份证是吧 没事 现在身份证我们不给你保管 又是戴好法院 就明白了吗 是 你还有一个那姓转的那身份证呢 他那之前也是一个过去也都 那换掉了 没事都一块交给我们 三张身份证 两张你的一张他的 现在我们先给你保管啊 行吗 带着东西 穿着你的衣服 好 不要掐在这 一会儿在那儿掐 不要急 证件 三张证件拿好了 我打个电话 等会儿也打个电话 先穿上衣服 我告诉你一会儿 你 他呢 我们肯定也会接着去居传 你们这情况我们都看了 我希望你首先认清形势 对吧 你跟他说清严重性 避害关系 你们不是没有旅行能力 知道吗 他确实是没有旅行能力 我先说白了 就说中间有 你和钱拿不出来 您听我讲中间有很多事情 你们可以 这个事儿不用跟我讲的 我们该查都查实了 对吧 我跟你讲这个关系 我希望你真是糟 你可以吃这红衣服 通过别人跟他联系也好 结果我告诉你了 如果一会儿答复 我还是还不上钱给我的人 肯定对你们采取司法低头措施 你们其中有几位都是在法院 跟申请人当时原告签订的民事调节书 自己心里都有说 什么叫民事调节书 你们当时签的时候 应该心里也都清楚这法律概念 当时在审判期间 承诺了给人还钱 是分期也好 是怎么也好 对方也肯定答应你们了 给你们的时间 有的可能甚至能给你们做出减免 做出让步 经过法院盖章确认了你们的民事调节书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自己做出的这个在法院做出的承诺 仍然不履行 进入了执行程序 其中你们有的人在强执行过程中 我们肯定都电话或者传票 嘲笑你们也给你们送哪个法律文书 都没有到听 今天我们采取这种集中居船的形式 才给你们逃犯到法院 这个性质很恶劣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及到触犯了法律 昨天我忘了哪位跟我说的 认为这多大事 这不是什么违法违纪的事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们 你们这种拒不履行 法院生效法律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法律 你们有的是做生意的 有的可能自己开公司的 有的甚至还是公职人员 我们是执行法官 我明确告诉你们 这是法律规定 咱们看的都是同一部法律规定 已经触犯了法律 今天我告诉你们法律后果 刚才分别都谈了 也统一告诉你们 不管你们要履行的义务是金钱债务 还是行为 如果今天一会儿 你们仍然履行不了 我执行法官 依法对你们采取 司法追求措施 同时根据你们的情节 按照刑事送法的规定 可以依法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 三年以下有制度行 我说这个话 你们回头都可以查一些相关法律规定 你这个今天能理性吗 今天我得打电话 能还钱吗 从这儿是吧 往前站 现在我问你 你这个情况 你这我们带过来几个人 你最特殊 我现在先问你一句话 能配合法院这些工作吗 能配合 能如实传说自己情况吗 从现在开始 是吧 可以 但是你在我们刚才 居传现场的一个行为 就你这一个行为 我就可以 对你进行处罚 明白吗 明白 故意隐瞒自己身份 不配合法院这些工作 从现在开始能配合了 能配合了 能配合了 该给你讲的厉害 关于刚才都明白了 是吧 自己现在干着这个茶叶链进行这事 好 你们这也怎么没有 你不是在那干什么是 是 你听我讲 因为之前是我没有跟别人 之前是跟人签的民事调节书吗 不是 您能听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吗 我现在 我们法院执行的是这个 你们自己签的民事调节书 你的现状 我们看的 我们不能只听你讲的这个 你讲的没有任何证据 我也没法去取信 但是有证据 你现在听我去说 证据我去调了 现场租赁合同 就是你 听明白了吗 现在你明确回答我 今天能不能履行 您听我给你讲 之前是我们跟别人一个债务关系 就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已经就是说 跟人家一个债钱的 又跟债钱转当 这个欠人家一笔 我们跟相应的管理会合适吧 主任合同还是你 没错吧 是这样 您听我讲 八月二十五号 那合同跟市长方已经是终止了 到现在还欠的市长方 他不让我搬出去 就是我欠的市长方的租金 法官同志 你呀总有困难 给人签调节书 签的是你们的 旅行不了总有困难 是吧 现在告诉我 能不能履行 呆官 旅行这个钱的数量太大 我现在真的是 确实是出不到 现在欠多少钱 银行里面应该一百多万吧 欠他们一百多万 对 今天能履行吗 今天肯定一百多万 能履行多少钱 我现在我只能看 我能不能 我现在问你 您听我讲 您给我点时间 我去打个电话 问一下能不能联系上 你现在别在你这儿 你本事也是被丢人 你履行多少钱 因为我私下 零下所有我都没有财产 所有零下财产 身上 我现在 刚才不是让你跟他联系了吗 联系不上 我打他朋友关机 是这样子 需要多长时间联系 你能给我半个小时吗 半小时 能联系上吗 我就叫几个朋友 能联系他给联系 我不管你联系谁 现在是你的情况 我们都看了 现在没事调节 我也明确告诉你 一百多万 如果确实欠那么多钱 我们可以跟银行争取 如果旅行态度良好 拿出方案来 可以跟他争取 可以还有一部分 如果可以的话 跟你对旅行情节 配合法院执行的情况 可以对我们不采取司法律 但是如果旅行不到位 今天肯定对你司法律了 听明白了吧 抓紧 那你得不给我时间去 不是 刚才给你的时间 现在都花多少钱 你告诉我 有数吗 没有 等于他现在也要回应家 公主林郑 我也是很配合林郑 你丢点时间行吗 我肯定是配合林郑四乔 因为打电话 你一下子让人家抽签 那么就想办 我现在确实联系不 这也是我自己找朋友去想办法 你也是背景人 是 我明白 但他所有你得知道 所以我们名下所有事件 都在你身上 你还是振振有责 不不不 我去跟你讲 你这边不是说我不去配合 你给人签的民事调节 刚才你到法 你我们告诉你 可以给你点时间 到现在了 看见那边了 人家说我今天联系完了 能还十万 我们可以给银行转告 征止去 他欠三十万 你欠一百万 你现在连个数都没有 能换多少钱 那我这司法程序等不了你 你朋友把钱给你凑上了 看你的银行转 我可以 如果旅行到位 可以对你提前给了司法 但是我这法制程序等不了你 听明白了吗 明白 你不是昨天刚判施生效的 这钱调节数都多长时间了 一分钱不给 首先给你教训过来 你现在需要时间了 别说话了 行吗 对你提前解数就来 这是我告诉你 给你的机会 就你这个行为 上来就配合这种行为 真的应该 你自己刚才 反思自己的行为 反思错了 性别女35岁 被拘留人 在本院执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间公司 天津分行 与银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拒布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率的法律文书 根据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 决定对林警司法拘留15日 自2019年11月21日起至2019年12月6日至 如不服本决定 在街道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 可以向天津市第一银行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宣度完毕 就这个 就这个 你们俩在楼下等一会 现在楼门弄着等 我们上楼 行吗 其他人 好 你到法院 配合你工作 行吗 我提醒了 带着证件 穿上衣服跟我们走 会配合吗 我配合 您这样行吗 您有谁拍比我呢 我现在先传话你到法院 能配合吗 现在问你 能配合吗 能带着证件 穿上衣服跟我们走 有什么事去法院 我跟你说 好 你爱人没在家是吧 我离婚了吗 离婚了 他也是对 行 你先带着你的证件吧 带你证件 你穿着 我也给你讲一下 证件都给你看了 我们今儿是南岸法院 集中职用军动 是一个强制传换过程 但是刚才问你了 你能够配合法院工作 所以就不再对你实施强制传换的过程了 强制传换的需要上戒据的 要是传票给你 你就配合我们 我们也不给你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跟我们回法院 反正这事看怎么解决 一会儿一会儿等着 行吗 但是在这过程中 虽然我说不给你 采取强制传换的借据的过程 在车上 在路上 全程替我们干这个安排 普通安排 这听明白了吗 快合制传工作 否则马上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我知道 我也给你讲一下我们工作的程序 您这次怎么还录音呢 大可不 我们邀请媒体记者全程监督 也报道我们的执行行为 不是还报道 监督 知道吗 是 主要监督我们 证件 证件 给我们吧 我先帮你拿着 对你的身份证是 来 咱们先收着 一会儿给你 走走走 家里钥匙带了吗 带了 带你这灯 你都关上 我现在已经键地场 马上赶回来 好 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哪儿开了 南开哪儿 南开尾里套那边 我现在在你键地场呢 马上赶回来 好 我现在在你键地场呢 赶不回去 什么 赶不回来 我问你一下 上次给人订的知情和解协议 这钱还了吗 中间一直没还 什么 钱没到也没还对吗 我现在在你修理厂 现在能赶回来吗 现在赶不回去 你在合同哪呢 在南开哪呢 在南开哪 谈事情呢 你现在几点 几点能到法院 下午 下午不行 在南开什么位置 为地到哪 怎么不可能告诉我 现在几点 11点之前 到南开法院执行局 听见了吗 现在赶也行 我告诉你 在11点 能过去吗 别尽量赶 现在我是传唤你 知道吗 怎么来不及 这是你老板 也不是你了 你在南开哪呢 我去接你 你问我 你问我接我 我做 你知道我现在在告诉你一边 11点以前 带着身份证到南开法院执行局找我 听见了吗 我身份证没带 身份证没带 本人过去也行 好 11点以前 好 就这样 上次打电话 那传两次来都没来 我听了 刚才讲的都听明白了吗 我听了 我听 今天能不能还钱 我现在我跟您说我方案现在 你们看了行不行 说 因为我当时我是个律师去平安的 你现在建议上多少钱 40 42 42 怎么还这没事 我把房卖了 把房卖了 对 那房子 我不要 早怎么办 今天给你掉了 现在卖房 我们一直沟通 说对我管好方案 我说 那房子 保住了 但是现在以我的能力 我说我保住在这 与其他样的话 今天我先问你 今天都拿出钱来 还上吗 我现在是拿不上钱 一分钱拿不了 今天是 行 你坐上吧 好 先坐下 今天我刚才告诉你 还不出钱来的 我们依法 先对这种 坠不理的情况进行惩截 后面我再跟你那情况 再出事发展 您让我打个电话 我看个能 我不刚才问 你不是还不了钱吗 我身上是一分钱 没 我说我那房子卖了 房子卖了 今天能卖出去吗 早饭什么去了 不是 你房子卖不卖 你不卖 我就跟依法 请我说完了 我想让你们去拍卖了 你说的太对 你不卖法 你强制进行拍卖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行为 如果你不履行 我们得先对你 巨骨理性的行为 进行惩戒 知道吗 是 判决是昨天刚下来的吗 不是 早不履行 自己房子早不买 都法院找上来 给你拘传的 你说我卖房子 在还钱上 这种行为 我说完了 您说 本身已经触犯了法律了 知道吗 就是你不同意卖房子 我法院对你成立以后 我也可以强制拍卖 我今天问的你 是今天能不能还钱 拿不住还钱方案 依法司法就行 这个听明白吗 那两个店闷闷闷到 能不能